萌花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调节 包含内在因素 包含外在因素 先看内在 种子本身 你的胚成熟了吗 一旦种子离开妈妈 不代表它的胚成熟了 有些时候是胚还没成熟 它的种子就会脱落了 故意的 有些胚要晚一点才会完全成熟 有些胚会很早成熟 因为一个母猪吧 一棵植物它产生了种子 它不需要它们同时发芽的 我今年产500个种子 都在今年发芽 一定死掉一大半 因为互相竞争 所以最好500个种子 50颗今年发芽 50颗明年 50颗晚一点就依序发芽 比较可以分散风险 所以一颗种子 一颗植物长出来的种子 状态都不一样 它会让它们不一样 设定不同时间发芽 所以跟胚的种子程度有关 另外你的种子后面有种皮 种皮会有密闭 很坚硬 所以它的密闭跟坚硬程度 也会影响你的吸水 并不是种子碰到水面就会吸水 有些种皮很硬的 很厚的 你必须让种皮烂掉 或是被动物咬过 或消化过 或是摩擦过 它才有磕痕 才有裂缝可以吸水 另外这边介绍两个植物基数 一个叫极配素 一个叫离成素 虽然植物基数是下一节的内容 我们先偷跑两个 极配素是打破休眠 促进你种子萌发 离成素刚好相反 它是休眠素 它促进植物的休眠 所以它让种子维持在休眠状态 这两个基数当然互为解抗 一个促进种子发芽 一个抑制种子发芽 一个叫极配素 一个叫离成素 这是影响种子萌发的内在因素 我们先用这个左把 这个极配素的作用机制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是植物的胚 胚芽 胚头胚跟植叶 在这边 这是胚 胚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它会分泌极配素 好 极配素呢 这边就会作用在这个化成黄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虎粉层 在上面虎粉层 这个位置 虎粉层 我画写线好了 虎粉层 虎粉层属于胚乳 它在胚乳的外面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米的米糠 就包含这个虎粉层 它比较硬一点 好 虎粉层一面 它被极配素刺激之后 虎粉层就会分泌了水解酶 水解酶就会把 储存在胚乳中的大分子养分 这是胚乳 在胚乳中的大分子养分 分解成溶于水的小分子养分 例如 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淀粉分解成葡萄糖 然后 油脂质分解成干油脂肪酸 溶于水了 好 这小分子养分有了 就送到胚 让胚吸收 可以发育 有了养分 好 为什么极配素可以吃惊萌发 因为极配素让水解酶产生 水解酶分解养分 让胚有养分 而胚就可以发育了 如果今天极配素不作用 没有养分 胚也没办法发育 好 极配素刺激种子发育 是透过这个机制 胚分泌极配素 极配素作用在胚乳层 最外面的虎粉层 虎粉层就分泌水解酶 水解酶把 把胚乳中的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小分子就让胚使用 好 现在我们画这个图 这个单子叶的植物 因为它有胚乳 有虎粉层 双子叶植物没有胚乳 极配素依然有作用 只是在双子叶来讲 它的模式不是这样子 它是别的构造 会产生水解酶 刺激子叶分解 大分子养分 所以模式雷同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 单子叶植物为例 而它作用的位置是 单子叶的胚乳外面的虎粉层 那 另外一个基础叫 黎层素黎层酸呢 这个基础反过来 它抑制你产生水解酶 抑制大分子的分解 胚根本不能生长 没有养分 而进入休眠 这是黎层素的作用 它跟极配素刚好相伴 这两个基础互为解抗 以上我们就补充一下 极黎层素跟极配素的作用 极配素是这么作用的 最后那外在因素呢 外在因素包含了水瓣氧气温度跟阳光 那这些也会影响种子蒙发的 水放第一个 因为它最重要 种子要蒙发一定要有水 因为它不需要软化肿 比空气进入 水可以活化酵素 让这些物质浓于水 好 氧气为什么要 因为发育过程 我要合成大分子 我需要ATP 需要有氧呼吸 那为什么温度有关系呢 温度决定了酵素活动 温度太低太高 不适合酵素活动 也没办法长得好 最后是光线 我们常说光线对于种子蒙发最不重要 因为种子刚蒙发的时候 还没有叶子 不过行光了之后 可是光线依然会调节的 有一些种子需要光才能蒙发 它需要照光种子才能蒙发 这些种子叫做虚光种子 另外一群种子反而照光不蒙发 光线抑制它的蒙发 它们叫做燕光种子 我讨厌光 当然也有所谓的对光是中性的 光线是不是存在 我根本没差的 就是对光是中性的 你不觉得这样的模式好耳熟 光线的长短 决定的植物为长日照植物 短日照植物或是中性日照植物 光线都没有影响 光也是需要光讨厌光或是光没有影响 其中对光需要光的种子 有个很有名的叫蜗具 你要种蜗具 它的种子要照过光 同样的那也有黑暗的种子 验光的种子像现在跟粉碟花 它在黑暗下才会蒙发 所以种子也会是部分种子跟光线有关的 以上是外在因素影响种子的蒙发 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这是莲花的种子 你们常吃莲子都拨过了好吗 那如果在梅波之前 它有一个很硬的种皮 所以如果今天种莲花的农民 要种莲花 它的船上会有一袋的种子 还要把小刀 还要把它种皮画一刀 然后再丢到水里面 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 它不会蒙发的 种皮太硬太厚了 所以必须要画一刀 让它种皮破裂 它才可以吸水膨胀 然后来洗那个蒙发 以上这是种子蒙发 发受内在外在因素的调节